好了,現在就增加一個跟網友互動一下的環節 因為有些網友的留言,我也覺得應該拿出來講一講 Mandy Lung 說 事實上是,這個是真的 條件不夠開聲都沒有用 自己發音發話就行 不要做什麼都以為自己一開聲 就有很多人爭著附和 其實這種香港本位的思維 其實在官員那裡已經比較少了 其實在議員那裡是最多的 那些議員根本對國內的實際情況是不熟悉的 但是他們就要聲大大 他們就說,不,我們的黨有人有踏通天地線 跟內地很熟悉的 其實他們連內地大方向的政策 其實有些人也把握不到 他們把握不到,還要騙市民 其實香港從政那幫人很過分 另外,從政那幫人也要做KOL 現在香港的情況,香港是有KOL議員的地方 Toracef就說了 陳敏芝出席無線 暗夜守護者的宣傳活動 他認了不戴口罩跟女同學聊天是不對的 其實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要澄清先 我有跟陳敏芝談過這個問題 我就跟他講了 你自己不戴口罩是奶奶的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很懂得換位思考 不是說要幫他握 但是你坐私家車的人 你就會覺得自己的車 就是家裡的伸延 你在家裡正常來說 你不是染了液的話 你就不會戴口罩 老實說 你在家裡染了液的話 你就會戴口罩 你沒有染液的話,戴什麼口罩 或者家裡人染了液 你就會戴口罩 對不對 陳敏芝的情況 很明顯他的影片 其實他沒有化妝 如果你要抽稱陳敏芝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抽稱他 為什麼呢? 就說你不化妝 跟這個小女孩聊天 是不尊重小女孩的 你可以說這些嗎? 老實說 我們之前也有接說陳敏芝這件事 就是台陽和許良山錄了 不過,我的看法 當然 我不是說要幫陳敏芝聊天 他有些事情真的有問題 他沒有戴口罩是有問題的 跟小朋友聊天 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最主要是拍一段影片 就是叫人家去做一點點善事 有人說他捐10元便宜 我很老實說 你買一支旗的話 你會給多少錢呢? 我很多時候都是10元而已 你也可以還我便宜 老實說 你們這些人 林鄭月娥給500元的黑衣 你們都說林鄭月娥離地 500元便離地 原來 10元便是1000元 那要給多少錢才對 你們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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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都被人罵 香港現在 就是 你是不是都要批鬥人 其實現實就是 香港最離譜的 就是有些KOL 就是不斷煽動一些人 就去批鬥其他人 你們這些全家牆 就是我自己 就看到這些情況很生氣 為什麼說很生氣呢? 因為他們那些KOL 其實很多是不無正業的 其實就是 他們就是 不斷在社會上 挑起一些無謂的事端 咬人 是很可惡的 其實是 Cony Chan說 香港是被傳媒害死的 很早已經有疫苗接種了 但是沒有爭取時間接種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這個是沒有辦法 這個是這樣的 Toracef就說 很多人到現在買期 都是兩元幾十年不變 那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問題 為什麼? 以前買期 就是一個星期一次的 最初的時候 老實說 大家都要給五元 或者兩元 當作是通行證的 因為你貼了之後 人家就沒有再貼你 買了期之後 其實就是 那個貼紙就一定要貼住 那就是通行證來的 但是問題就是 不知為什麼 香港有一段時間 就把那個賣期 改變了那個政策 一個星期賣幾次期的 不同地區又賣不同的期 很簡單 你賣期的倍數 你增加了 譬如你買期 現在可能一天 可能要去不同地方 要買五、六支 那 那 已經是五、六倍了 如果說真的 如果你幾十年不變 你兩元的話 但是你實際上 你可能要 結果 你一天買完期 都要十多銀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 Judy K.Y.D.說得對 就是無心知失 不應該補大她 這個陳敏芝的情況 現實就是這樣 陳敏芝的情況就是 她覺得自己家裡的新言 她覺得自己家裡的新言 下意識一定是這樣的 覺得是 家裡的新言 沒必要戴口罩 對不對 那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其實是無心知失 我認為是 還有 你買期就隨心 還有一件事 你自己想想 你香港人 在疫情之後 你會不會有很多現金在身上 老實說 疫情之後 人們的習慣都改了 都不用現金 是不是用電子支付 有很多人是改變了 生活習慣 其實以前 我都會有 一點點現金在銀包裡 現在我一元都沒有 其實情況是 為什麼會一元都沒有 很多時候 因為 疫情之後 你不想碰錢 有了這個疫情之後 碰錢覺得很髒 問題是 所以就是很麻煩 有網友說 陳敏芝被黃藍打擊了 我 我也要說 陳敏芝大鑊的地方 就是 黃的 就認為她是藍的 藍的 就被KOL 就把她打擊了 她是黃 其實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黃藍友 很多時候都是一樣的 就是專門針對 社會上的普通人 其實他們的壞格是這樣的 所以很麻煩 那 就說 香港好學不學 學了台灣 1450 那 香港的KOL 根本跟1450 都勾結的 其實他們 那班人很離譜 那 這張就說 做善事是隨心 不計多少 最重要是有心 很坦白說 我們都跟陳敏芝說 叫她不要太上心 這些好小事 她叫人做善事 其實主要就是拍片 而且很明顯 你看到這段影片 她就沒有化妝 其實就 那 好老實說 她也不是有心去拍的 這段影片 她是隨心去做的 一件事 一個人隨心去做一件事 你就要把它提升到一個 就是 要她自知死地的地步 那其實是否合適 整件事都不合適 對不對 S就說10元也不錯 給太多 拉高了標準之後 那些人怎麼付錢 就是了 你說人家便宜 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 你說人家便宜那些人 你自己有沒有做善事 是不是 真是老實說 好了 Rita Ho說 買期我給1元而已 其實 有很多的組織 我都不支持 其實現實就是 但是不好意思 推他們 我有時候都是給1元而已 Rita Ho 我和你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在香港的時候 很多人買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是政策改變 以前是很簡單的 以前就是 他一賣期的時候 整個香港 都只有一間機構賣 最初的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政策改變了 你去不同的區域 是買不同的旗 然後我就會看一看 究竟你什麼組織 有些組織我根本都不支持 那我就給他一元 就是這樣 支持的那些就夠10元 就是這樣 何虎就說 現在什麼街網覆 你會通買期 就是 就是 整件事變了 現在是 Jackman就說 我覺得 像是TVB藝人 做什麼都被人罵 我的看法 就不是的 就不是很跟TVB 這跟TVB沒有什麼關係 他們是要找一兩個人 來批鬥一下才安樂 現在有些人是 你看看香港的情況 就是這樣 Lambo Wong 就說我買期上 是看適合團體名才買的 當然 這個沒辦法的 Connie Chan 就說 這一班KOL 做了賣事 為了爭取最多的 低自信眾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是這樣的 Esta也說 他也看清楚 哪個機構買的 才會捐錢 我不支持那些 我只是給1元 那些 如果你有公益金 東話寶良 這些一定會買 那當然也是 你出了名 會做這些 當然會 對吧 Toracef 就說 那些企肯肯肯 捧大台 但是攻擊大台藝人 其實他們那種操作 就是他們看到有什麼位 就會進入 他們這種KOL 就是很嗜血的 其實就是 你自己看看 總之他們有位 就會進入 但是他們一有位 就會瘋狂攻擊 其實是 很離譜的 這些是 好了 那 Dentoni 就說 倫爾賣其黨 那我就不知道 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是 老實說 有的情況 我都會 不買的 很多時候 但是那些 街坊福利會 那些 剛才有人提過的 那些 我就不會給太多錢 給一塊錢就算 真的 我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都不知道 那些什麼團體 給那麼多錢 做什麼呢 對不對 Elaine Zhang Elaine Zhang 她都是說 很多不知名的團體賣旗 其實這個政策 改了之後 就是 不知為什麼這個政策改了 我其實就沒有留意那個政策 但是我知道這個政策是改了的 因為以前 全香港都是同一個地方 都是賣同一支旗 但是 但是 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 你過海 或者跨區 它賣之旗是不同的 就是這樣 所以就很麻煩 就是這樣 Anyway 講到這裡 本來我不想講這個話題 其實就是 以前 跟現在有些事情都很不同 說真的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人身上的現金也很少 如果 陳敏之當時 他身上只有10元 他給了10元 那個小朋友 那麼 他已經是百分百的奉獻 來的 即是百分百的捐獻 那你們 說什麼 對不對 即是 現在香港那幫人 是很賤的 即是有一幫KOL 是賤得不得了 他們 其實就要找一個目標人物 來欺凌 其實陳敏之之前 被人搞過 就是 男友說 他那間 曲奇餅店 他有一張照片 就遮了一隻眼 是支持 戴眼女 其實那幫男型友 有一幫人 是最喜歡造謠的 那幫人 是很賤格的 但是 那幫很賤格的人 我就告訴大家 他們是有力量的 為什麼說他們有力量 他們成了一輩子 他們的群組可以這樣的 可以傳了一張照片 其實是假消息來的 他們的假消息 傳到到處都是 可以這樣的 他們是利用了社交網絡的力量 那 那 真是很不幸 有些群組 就是很蠢的 就是那些 我不想說 我們有些網友都是警數來的 但是 有些警數很蠢的 專門是幫忙傳這些謠言 真的很麻煩 所以 很坦白說 有時候 我就覺得 他們那幫人 就是衰到不得了 好了 講到這裏 就差不多了 這個話題本來沒有打算說 其實我有其他話題要說 可能說不及了 不過看到那些網友說開 我就回應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這個真直播 就是有真互動的 好了 就這樣 休息一會 回來後 我們會講其他話題 好 就這樣 該怎麼做 都給你 那麼 如果你 好 就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